明天雪地 夕阳无限好 只是太冷了 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离德令还有114公里 然后路面上都是冰雪 这有货车停在前面 它不是停在前面 它是在慢慢地爬 爬得很慢 上坡 看那个样子 应该是我们之前遇到那种 在锋利发电机的柱子 有人下来了 那就停在那里了 他们开着双闪 应该是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休息 小心点 冰雕 对 哇 是一碗带 前面怎么有人在路上 不知道 他们下去上厕所 透气吧 透风吧 哇好多啊 他们是一起的 他们会在这里过夜吗 他这里是 它没法走啦 哦 要把那个冰露给 用那个沙泥给盖上 不然它就没法 它是要产干净的泥巴 然后传到轮根下面才能走 太滑了 我这样走要走好久 一个小时走不了 走不了几公里 确实很难走 因为它全是冰土 嗯 我们还没走过这个路 我们也没雪地开 我们就开二十多速度 刚才还开四十 那个导工显示 用堵 应该就是这里吧 不是 还没到 哇 我们这要开慢点 这是桥 如果一滑了 那就滚下去了 对吧 停了好多大货车都不敢走 他们 对呀 他们都在产沙子 往轮胎上放 因为不产沙子的话 就会往后溜吧 可能 刹不住的 嗯 不刹不住 主要是他们这个太多了 如果一个车挂着 那就很差 而且他们载的这个应该很贵 很重 很贵 十几吨了 不但不期望 如果出了什么事故 所以还是慢慢等 哇 这个真的是 走着害怕了 太多冰雪了 那路面上 我们本来早就走到服务区了 就是因为这个路 要开的慢一些 又开的特别特别慢 白丸了 对呀 整条路都是白白的 而且还是斜的 又转弯 又是斜的 不会斜 有人在产沙 应该就是 这应该有 这个司机要给他们的轮胎加一些沙 不然太滑了 往前走太危险了 他们应该地王就在这里休息吧 真的是穿沙 你看 它是铁船 不穿 他走啊 他们不穿 我们也是硬着脱皮在走 他们铲到我们来走 嘿嘿嘿 这样好玩 你看他铲得 铲得沙走在上面 是好 是稳很多 我现在压到他们的泥巴 可是他们这样子一直要铲下去吗 那肯定一直要铲下去 有多远铲多远 有多远的冰雪路就要铲多远 因为它前面有个波 它不铲的话 会刹不住 刹不住 又爬不上去 一爬一踩 踩油门就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事情